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。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。 王一博素黑粉名誉权纠纷案胜诉,获赔7万病全额捐赠公益。 此举展现了他的大爱与担当精神,对网络暴力进行了有力打击。 王一博主演的电视剧《追风者》热播,演技或肯定,未来发展可期。 他将赔偿金捐赠公益,践行社会责任,值得学习。 3月28日,北京兴权律师事务所发布了一则喜讯,王一博素黑粉名誉权纠纷一案,在法院当庭宣判,被告被判须公开发布致歉声明, 并赔偿王一博精神损害抚慰金及维权合理支出共计7万元。 而这位正能量满满的明星,更是决定将所获赔偿金全额捐赠公益,再次展现了他的大爱与担当。 这起名誉权纠纷案件的胜利,无疑是对网络暴力的一次有力打击。 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,网络空间的言论自由有时也会被滥用,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和恶意攻击给公众人物带来了极大的伤害。 而王一博此次勇敢地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,不仅为自己证明,更为广大受到网络暴力侵害的人们树立了榜样。 得知这一消息后,王一博的粉丝们欢呼雀跃,纷纷表示支持偶像的正义行为。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留言道,网上不是法外之的,绝对不会姑息任何一个造谣重伤的人,一个个都告到底。 这样的言论不仅彰显了粉丝们对王一博的坚定支持,也体现了他们对网络环境的美好向往和积极维护。 而在这个特殊时刻,王一博主演的电视剧《追风者》也正在热播中。 剧中他饰演的角色深受观众喜爱,剧情紧凑扣人心弦,让人越看越上头。 许多粉丝表示,金鸡精英是王一博的起点而不是最高点,他的未来还有无限可能。 这样的评价不仅是对王一博演技的肯定,更是对他未来发展的无限期许。 作为一位年轻的艺人,王一博不仅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,更在公益领域做出了积极贡献。 他多次参与慈善活动,用自己的影响力传递正能量,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 这次将所获赔偿金全额捐赠公益,再次展现了他的大爱与担当精神。 回顾王一博的演艺生涯,可以说是一路走来风雨兼程,但他始终保持着对表演的热爱和执着。 从最初的默默无闻到如今的星光异议,王一博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证明了天道酬勤的道理。 他认认真真演戏,踏踏实实做人,赢得了业内外的一致好评。 面对荣誉和成就,王一博并没有骄傲自满,而是更加谦虚低调。 他深知自己的成功离不开粉丝的支持和厚爱,因此总是尽自己所能去回馈社会和粉丝。 这次将赔偿金全额捐赠公益,就是他用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的最好体现。 展望未来,王一博的演艺道路依然充满无限可能。 他有着扎实的表演基础和广泛的受众基础,只要保持初心不变,继续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,相信未来更多的奖项和荣誉一定会向他招手。 王一博胜诉黑粉,获赔七万全部捐公益的事迹,让人倍感振奋和鼓舞。 他用自己的实力和行动证明了,挟不压正的真理,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积极向上,勇于担当的榜样。 他的正能量和担当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。 让我们一起为王一博加油打气,期待他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